话说宝玉在黛玉房中说耗子惊,宝柴撞来,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辣之点,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消,那宝玉恐黛玉饭后贪眠,一时存了食,或夜间走了困,皆非保养身体之法。 兴儿宝柴走来,大家谈笑,那黛玉方不欲睡,自己才放心,胡听他房中嚷起来,大家侧耳听了一听,黛玉先笑道,这是你妈妈和席人叫唤呢,那席人带他也罢了,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宣他,可见老被会了,宝玉盲欲赶过去,宝柴一把拉住道,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呢。 他是老糊涂了,倒要让他一拨的事,宝玉道,我知道了,说必,走来,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杖,在当地骂习人,忘了本的小长风,我抬举你起来,这灰子我来了,你大摸丝样的躺在炕上,见了我也不离了,一心只想装红妹子哄宝玉,哄的宝玉不理我,只听你的话,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了来的小丫头子吧里,这屋里你就坐下好来了,好不好的,拉出去配个小银子吧,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了来的小丫头子吧里,这屋里你就坐下好来了, 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不哄,习人先指到李嬷嬷不过因他躺着生气,少不得分辨说,病了,才出汗,蒙着头,人没看见你老人家,后来听见他说哄宝玉,又说配小子,又不得又羞又委屈,禁不住哭起来了,宝玉虽听了这些话,也不好怎样,少不得替他分辨,说病了吃药,又说,你不信,只问别的丫头,李嬷嬷听了这话,越发气起来, 说道,你只护着那妻狐狸,那里还认得我了呢,叫我问谁去,谁不帮着你呢,谁不是习人拿下马来的,我都知道,那些事,我只和你道了太太,太太跟前去讲讲,把你奶了这么大,到如今,吃不住奶了,把我扔在一边,逞着丫头们要我的枪,一面说,一面哭,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过来劝道,妈妈,你老人家单带他们些就完了,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, 便素委屈,将当日吃茶,欠血出去,和昨日酥涝等事,唠唠叨叨,说个不了,可叫凤姐正在上访算了输赢账,听见后面一片声嚷,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,又指他今儿输了钱,迁怒于人,排悬宝玉的丫头,便连忙赶过来,拉了李嬷嬷,笑道,妈妈别生气,大劫下,老太太刚喜欢了一日,你是个老人家,别人吵,你还要管他们才是, 难道你倒不知规矩,在这里嚷起来,叫老太太生气不成,你说谁不好,我替你打她,我屋里烧得滚热的野鸡,快跟了我喝酒去吧,一面说,一面拉着走,又叫, 风儿,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,擦眼泪的卷子,那李嬷嬷脚不沾地,跟了凤姐儿走了,一面还说,我也不要这老命了,索性竟然没了规矩,闹一场子,好个没脸,抢私收那些倡妇的气,后面宝钗黛玉见凤姐儿这般,都拍手笑道,亏他这一阵风来, 把个老婆子搓了去了,宝玉点头叹道,这又不知是那里的账,指尖软的欺负,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,尚在她账上了,一句未完, 情文在旁说道,谁又没疯了,得罪她做什么,既得罪了她,就有本事承认,翻不住带累别人, 习人一面哭,一面拉着宝玉道,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,你这晖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,这还不够我受的,还只是拉斥人,宝玉见他这般病事,又添了这些烦恼,连忙忍气吞声,寒卫他仍旧睡下出汗,又见他汤烧火热,自己守着他,歪在旁边劝他,只养病,别想那些没有紧的事,习人冷笑道,要为这些事生气,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, 但只是天长日久,尽住这么闹,可叫人怎么过呢,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,他们都记在心里,欲着坎儿,说得好说不好听的,大家什么意思呢,一面说,一面禁不住流泪,又怕宝玉烦恼,只得勉强忍住,一时,杂屎的老婆子端了二盒药来,宝玉见他才有点汗,不叫他起来,自己端住给他就枕上吃了,急令小丫鬟闷扑杠,习人道,你吃饭不吃饭,到底老婆, 太太,太太跟前坐一会子,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,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啊,宝玉听说,只得依他,看住他去了三环躺下,才去上屋里跟住贾母吃饭,翻臂,贾母犹豫和那几个老管家的摩摩豆排,宝玉惦记习人,便回至房中,见习人朦胧睡去,自己要睡,天气尚早, 笔石晴文,气霞,求闻,笔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,见摄月一人在外间屋里蹬下蘑谷拍,宝玉笑道,你怎么不和他们去,摄月道,没有钱,宝玉道,床底下堆住钱,还不够你输的,摄月道都乐去了,这屋子交给谁呢,那一个又病了,满屋里上头是灯,下头是火, 那些老婆子们都老天拔的服饰了一天,也该叫他们些信了,小丫头们也服饰了一天,这惠子还不叫玩儿去吗,所以我在这里看住,宝玉听了这话,公然又是一个习人了,音笑道,我在这里坐住,你放心去吧,摄月道,你积在这里,越发不用去了,咱们两个说话不好,宝玉道,咱们两个做什么呢,怪没意思的,也罢了,早期你说头上痒痒,这惠子没什么事, 我替你闭头罢,摄月听了道,是的,说着,将文具竟狭搬来,谢去拆环,打开头发,宝玉拿了闭子替他闭,只逼了三五下儿,见晴文忙忙走进来取钱,一见他两个,便冷笑道,哦,交杯展儿还没吃,就上了头了,宝玉笑道,你来,我也替你闭闭,晴文道,我没这么大造化,说着,拿了钱,摔了帘子,就出去了,宝玉在摄月身后,摄月对镜, 二人在镜内相视而笑,宝玉笑着道,满屋里就指示他磨牙,摄月听说,忙向镜中摆手,宝玉会议,忽听呼一声帘子响,晴文又跑进来问道,我怎么磨牙了,咱们倒得说说,摄月笑道,你去你的吧,又来半嘴儿了,晴文也笑道,你又护着他了,你们蛮身弄鬼的,大量我都不知道呢,等我捞回本来再说,说着,一进去了, 这里宝玉通了头,命射月悄悄服侍他睡下,不肯惊动习人,一宿无话,此日清晨,习人已是夜间出了汗,觉得轻松了些,只吃心米汤静养,宝玉才放了心,饮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,彼时正月内,学房中放年学,规格中记真纸,都是闲时,殷甲环也过来玩,正遇见宝钗,相邻,婴儿三个敢为其做耍,甲环见了也要玩, 宝钗素日看他也如宝玉,并没他意,进而听他要玩,让他上来,坐了一处玩,移住十个钱,头一回,自己赢了,心中十分喜欢,谁知后来接连输了几盘,就有些住棋,赶着这盘正该自己置头子,若这个七点便赢了,若这个六点也该赢,这个三点就输了,因拿借头子来很命一致,一个坐定了,那个断转,婴儿拍着手指交嘛, 甲环便瞪着眼,六,七,八,混叫,那头子偏生转充了来,甲环急了,伸手便抓起头子来,就要拿钱,说是个四点,婴儿便说,明明是个嘛,宝钗见甲环急了,便瞅婴儿一眼,说道,越大越没规矩,难道爷们还赖你,还不放下钱来呢? 婴儿满心委屈,见姑娘说,不敢出声,只得放下钱来,口内嘟囔说,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,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,钱和宝二爷玩,他输了那些也没住急,下生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,他一笑就罢了,宝钗不等说完,脸盲喝住了,甲环道,我拿什么笔宝玉, 你们怕他,都和他好,都欺负我,不是太太养的,说着便哭,宝钗忙劝他,好兄弟,快别说这话,人家笑话,又骂婴儿,正值宝玉走来,见了这般景况,问,是怎么了,甲环不敢则生,宝钗素知他家规矩,烦做兄弟的怕哥哥,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,他想着,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,何必我多事,反生输了,况且我是郑出, 他是述出,饶这样看待,还有人背后谈论,还劲得挟制了他,更有个呆意似存在心理,你倒是和呆意,因他自幼姐妹从中长大,亲子妹有元称探称书败的有英春,习春,亲戚中又有相云,黛玉,宝钗等人,他便料定天地间灵叔之气,只中于女子,男儿们不过是些渣子着目而已,因此,把一切男子都看成着物,可有可无, 只是父亲博叔兄弟之轮,因是圣人一训,不敢为武,所以弟兄坚一不过近期大概就罢了,并不想自己是男子,需要为子弟之表帅,是以贾桓等都不慎怕他,只因怕贾母不一,才只得让他三分, 现今宝钗生怕宝玉教训他,倒没意思,便连忙替贾桓掩饰,宝玉到大正月里,哭什么,这里不好,到别处晚去,你天天念书,倒念糊涂了,譬如这件东西不好,横竖那一件好,就舍了这件取那件,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鬼子就好了不成,你原是要取乱,倒招的自己烦恼,还不快去呢,贾桓听了,只得回来, 赵姨娘见她这般,因为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,贾桓便说,同胞姐姐玩来住,婴儿欺负我,赖我的钱,宝玉哥哥撵了我来了,赵姨娘催道,谁叫你上高台盘了,下流没脸的东西,那里玩不得,谁叫你跑了,去讨这没意思,正说住,可叫凤姐在窗外过,都听到耳内,便隔住窗户说道,大正月里,怎么了,兄弟们小孩子家,一半点错了, 你只教导她,说这样话做什么,凭她怎么住,还有老爷太太管她呢,就大口家催她,她现是主子,不好,横竖有教导她的人,与你什么相干,还兄弟,出来跟我玩去,贾桓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,听见叫她,便赶忙出来,赵姨娘也不敢出声,凤姐向贾桓道,你也是个没兴气的东西哟,时常说给你,要吃,要喝,要玩, 你爱和那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,就和那个玩,你总不听我的话,倒叫这些人教的你歪心协意,狐媚言道的,自己又不尊重,要往下流离走,按着坏心还只愿人家偏心呢,输了几个钱,就这么个样,因问贾桓,你输了多少钱,贾桓见问,只得懦懦的说道,输了一二百钱,凤姐催倒,亏了你还是个爷,输了一二百钱就这么住, 回头叫,风儿,曲曲一吊钱来,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,把她送了去,你明儿在这么狐媚子,我先打了你,再叫人告诉学历,皮不接了你的,为你这不尊贵,你哥哥恨得牙痒痒,不是我拦着,窝心脚把你的肠子还窝出来呢,贺令,去吧,假怀懦懦的,跟了疯了,得了钱,自去和迎春等完去,不在话下,且说宝玉正和宝柴玩笑, 胡店人说,是大姑娘来了,宝玉听了,连忙就走,宝柴笑道,等住,咱们两个一起而走,瞧瞧她去,说着,下了炕和宝玉来至家母这边,只见史香云大说大笑的,见了她两个,忙站起来问好,正值黛玉在旁,您问宝玉,打那里来,宝玉便说,打宝姐姐那里来,黛玉冷笑道,我说呢,亏了半主,不然,早就飞了来了,宝玉道,只许和你玩, 替你姐妹,不过,偶然到她那里,就说这些闲话,黛玉道,好没意思的话,去不去,管我什么事,又没叫你替我姐妹,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,说着,便赌气回房去了,宝玉忙跟了来,问道,好好,又生气了,就是我说错了,你到底一夜还坐坐,和别人说笑以惠子啊,黛玉道,你管我呢,宝玉笑道,我自然不敢管你,只是你自己糟蹋坏了身子呢, 黛玉道,我昨见了我的身子,我死我的,与你何干,宝玉道,何苦来,大正月里,死了活了的,黛玉道,偏要说死,我这惠子就死,你怕死,你长命百岁的活着,好不好,宝玉笑道,要像只管这么闹,我还怕死吗,倒不如死了前境,黛玉忙道,正是了,要是这样道,不如死了前境, 宝玉道,我说自家死了前境,别错听了话又来人,乘说住,宝钗走来,说,十大妹妹等你呢,说着,便拉宝玉走了,这黛玉越发气闷,指向窗前流泪,没两盏茶时,宝玉仍来了,黛玉见了,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住,宝玉见了这样,知难挽回,大叠起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, 不料自己没张口,只听黛玉仙说道,你又来做什么,死活凭我去罢了,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,比我又会念,又会做,又会写,又会说会笑,又怕你生气,拉了你去哄着你,你又来做什么呢,宝玉听了,忙上前悄悄的说道,你这么个明白人,难道连亲不格书,后不见仙,也不知道,我虽糊涂,却明白这两句话,头一见,咱们是孤舅姐妹, 宝姐姐是两姨姐妹,论亲戚,也比你远,第二见,你先来,咱们两个,一桌吃,一床睡,从小而一处长大的,她是才来的,岂有个为她圆你的呢,黛玉翠道,我难道叫你圆她,我成什么人了呢,我为的是我的心,宝玉道,我也为的是我的心,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,不知道我的心不成,黛玉听了,低头不语,半日,说道,你只愿人行动 称怪你,你再不知道你偶的人难受,就拿了今日天气笔,分明冷些,怎么你倒脱了清浅披风呢,宝玉笑道,何尝没穿,见你一脑,我一抱道,就脱了,黛玉叹道,回来伤了风,又该额珠炒吃的了,二人正说住,只见湘云走来笑道,爱哥哥,林姐姐,你们天天一处玩,我好容易来了,也不理我一脸,黛玉笑道,偏是咬舌子, 爱说话,连哥二哥哥也叫不上来,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,回来敢为妻儿,又该你那么爱三了,宝玉笑道,你学惯了,明脸你还咬起来呢,湘云道,他再不放人一点,专会挑人,就算你比试人好,也不犯贱一个,打去一个,我指出个人来,你敢挑他,我就扶你,黛玉便问是谁,湘云道,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,就算你是个好的,黛玉听了,冷笑道, 我当是谁,原来是他,我可那里敢挑他呢,宝玉不等说完,忙用话分开,湘云笑道,这一辈子,我自然比不上你,我只保佑着明儿的一个咬舌林姐夫,时时刻刻,你可听爱呀饿得去,阿弥陀佛,那时才陷在我眼里呢,说得宝玉一笑,湘云忙回身跑了,要直端详,且听下回分解,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,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,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是让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,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,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,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,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支持这个系列吧,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,请不要吝啬的,记得订阅这个频道,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目沟哦